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我今天要做的是乐于视频手撕热搜 最好玩的内容 佛系男孩吧 搜王俊凯相关微博 为老师刘棠想说你是不是真正王俊凯是你的内心OS 什么鬼 不是本人还领席的模仿王吗 在节油杂货店里只有自己发型最不非主流的原因是 小波嘛年少所以他不会有什么软头发烫头发这些习惯 面对董子健突如其来的吻内心的阴影面积有多大 小董的脸有多大 内心的阴影面积有多大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 有和偶像同款的光水错未照的心情是 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毕竟是因为偶像同款嘛 搜请王俊凯相关微博 描述生活中最是我九年后不懂你们零零后了的一件事 因为我是在99年9月份出生的 感觉我跟零零后没有那么大的呆工 模仿一张衣衫女子里抱表示笔心 这个笔心还是有研究的 好 描述动到窒息还能保持微笑帅气走红毯的秘诀 是这样的我觉得帅不帅跟冷不冷是两件事情 你可以边帅边冷也可以边冷边帅 坦白穿多少码的裤子 我穿应该是28码了 对 搜王俊凯想说相关微博 对于看王俊凯的下楼梯速度 我几乎可以认为他是AI了 可能你还不了解我的真正实力 对于高能少年团一起玩游戏带坏的小凯的说法 成年人玩游戏很正常 我觉得小孩玩游戏都挺正常的 因为劳易结合嘛 大家只要分配好时间就好了 不存在什么带不带坏这一方面的说法 对于王俊凯是被演艺事业耽搁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是什么运动员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综合类似的 可以去干这个也可以去玩那个 没有特别突出的一项运动 跳远就中考那会儿吧 RM36还是RM36 反正差一分满分 对于王一玩游戏就认真 一言不合就凶人 王俊凯撑吧 我表示拒绝 玩游戏就娱乐嘛 反正大家就一块儿拍就好了 只要玩开心就好了 So如何回应王俊凯相关微博 王俊凯跟Jasper一样是被大帝偏爱的孩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万一走滑了也会摔倒对不对 准备那天你们也摔倒了 下一个 王俊凯假如是女孩一定是佛系女孩 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讨论性 因为毕竟我是个男人 不可能认成女孩这个人 王俊凯是重庆男孩一定是啪耳朵 这个我觉得再说完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王俊凯进了北电以后并不突出 对啊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学生嘛 在学校也是上课上课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也没什么突出突出的 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好孩子 为了自己的梦想 就迈出自己的那一步 我觉得很开心 苏王俊凯打粉丝问相公有果 如果有女生追怎么拒绝 就我还小嘛 他还小对不对 再说 对高三学生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 因为高三的嘛 也比较重要 也比较紧张的一个时段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保持好的心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自己当时考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 但是你紧张可以 但是你不要过度紧张 适度的紧张 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你的 一旦过度紧张 你就一定会有不好的一些发挥 小芝的微薄倪称 作为处女座 挤牙膏会不会强迫症 一定要从下面往上挤 没有没有 我觉得挤牙膏就是挤完了 反正你也看不到它 只有刚刚买回来的牙膏 就是它那个形状是特别的舒适的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挤了之后 会妈妈的给它捏回去 但是你挤多了 自然就会扁下去 没有必要再从下午上挤了 对 我的热搜撕完了 你有更了解我吗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博乐域video 微信搜索新人党娱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